通風兩位 要看嗎 通風的料起來 來 蛤蟆 廚房忙得像打仗 75年次的洪章佑 總怕客人久等 16炉火力全開 超浮誇的通風粥 是這裡的人氣招牌 每每一端出 洪章佑就會聽到 客人這樣的驚呼 它的料很多 是讓我嚇到的 還好我沒有通風 不然我就走不出這個店門了 點一鍋 你就可以吃到不同的海鮮 因為它還有鮑魚 看到就覺得超驚奇的 就一次可以很多滿足 四隻大白蝦 一隻澳洲小龍蝦 兩隻三點蟹或齊啊 外加一隻保證吃到 滿滿蟹膏的紅蟳 料滿到快溢出來的通風粥 六百塊還可以找回很多口口 簡直欣賞了北部的海鮮控 CP值非常的高 三個人吃兩鍋就飽了 非常划算 自己的親戚有在抓 有在抓一隻肉 所以我本身抓到的 現在比別人稍稍稍 好 這從哪裡運過來的啊 一定吧 看有什麼螃蟹 當天有什麼螃蟹 就用什麼螃蟹啊 我都用差不多六個月大的 別人都用這個耶 吃到飽的啊 尺寸差將近快一倍耶 三個禮拜了吧 才三個禮拜大就可以吃了 現在的人比較沒有良心 母蟹肚子像穿寬口褲 公蟹像穿丁字褲 蟹膏多不多 要看母蟹是否粗線條 越粗的話 表示它的蛋飽滿度越多 那你就挑這種的就好了 現在的不要啊 不可能每個二零志靈啊 也是有那個比較一般的啊 那個誰也不錯 蔡英零也不錯啊 志靈姐姐等級的母蟹 等同有著飽滿的蛋 洪章祐現場燕鳴正身 果然屢是不爽 兩隻 來 真的耶 來 果然是準喔 對 就是線條處 它裡面的蛋真的很多耶 對 蟹膏之王洪璇 用這個方法挑選 更能保證吃到滿滿蟹膏 這樣做還是蟹 這樣剩出 妳看 都還沒剝開 已經逼出來了 對啊 很難買 是喔 一個手而已 對 好多喔 客人最喜歡這種的對不對 對 客人就是要這種甘甘的 蟹膏還滿多的 因為我住海邊 所以說這邊吃不新鮮 我吃得出來 口袋更淺的 只要一半價格的 小龍蝦砂鍋粥 是不錯的選擇 除了两只碗都塞不下的小龙虾 还有马来西亚名虾 这样一碗同样可以尝到鲜美虾膏 小龙虾的虾膏 那口感上特别的浓郁鲜甜 没有龙虾的那么的海味 但却有一种独特的味道